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乾隆皇帝和这大清朝的合营将领啊 谁也想不到,这霍吉瞻会再次整顿一只军马来揪库车城 他们都认为这霍吉瞻啊,一定是给打怕了,吓破了胆 再也不敢轻举妄动的回来援助哪座城池了 他们完全低估了宗教的煽动力 以及这小合拙个人狠辣的手腕 就凭着这两招,这小合拙很快啊,就从伊尔强又征集了三千五百兵 从这个阿克苏和乌石啊,又强征了一千人 一共组成了四千五百人的部队是浩浩荡荡又来援助库车 也就在与此同时啊,这雅尔哈善的部队从库车方向啊 也奔这个拜成阿克苏方向进军 并且啊,这赵慧带领着他的八百人呢 从这个伊尼方向过赛里木也向这个拜成方向发兵了 那书中代言呢,那么昨天还说这个赵慧啊 带着是四百人呢,其实怎么就改八百了呢 其实这赵慧啊,从这个伊尼整兵呢 确实整顿了八百精兵 只不过乾隆皇帝的圣旨三分五次来催 于是赵慧也就只有带着四百人的马队 先走小路来源库车城 他也是过了赛里木之后才知道 这库车城啊,已然解放了 哎,清军占领了库车城 这雅尔哈善呢,留下御苏夫等人呢 在此看守库车城 自己呢,带领着大队人马就奔阿格苏方向前行了 那这三支大军呢,要是这么走下去 没有几天呢,就会在拜成附近相遇 那么就是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哎,就在这会儿啊,又出问题了 这小河卓呀,领着队伍快到赛里木的时候 突然呢,就从这个前方啊 急急忙忙跑回来一匹战马 这小河卓一看呢,认得是自己啊 派出去赤猴侦察兵的头目 这小头目,达马营边跑到货极栈的跟前呢 也来不及下马了 就在马上禀报了 事态之紧急,下了他之结巴 他说他大喊,不好了 我们发现呢,这前边有清军 小河卓极栈联邦问 那有多少清军呢 不好说呀 尘土飞扬,战马四名 旌旗招展呢,简直就是铺天盖了地了 我看呢,没有一万二啊 也得有八千五 这小河卓一听,这清军怎么还越打越多呀 看样子呀,那惹定是援军到了呀 那不用问了,现在呀 还没到败城呢 就碰见这个清军了 那这库车城呢,肯定是失手了 这小河卓思索一番呢,觉得不行 这样啊,直接往前冲 不知清军动向,也不知道人家有多少兵将 直接就和他硬碰硬啊 我看啊,营的面不大 与其冲上这硬碰硬啊 还不如啊,我带队回去 回哪啊,回大本营啊 喀什嘎尔,叶尔枪 这小河卓呀,决定兵回叶尔枪 他心里可就琢磨了 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从这儿啊,回兵叶尔枪路上啊 一共有三座城 都是哪三座城呢 败城,乌什和阿克苏 这败城啊,不用说了 这里边啊,所有的有生力量 就是这个壮丁啊,已然被我迁走了 早就迁到了阿克苏 以及更远的和田地区 那么这次呢,我就干脆带着我的兵马 把这个乌什和阿克苏的人呢 也都迁走 兼壁清野,是一个人一粒粮 也不给清军留 于是他命令大军 这后队变前队 一百八十度大转身呢 直接就奔阿克苏城去了 那他对面到底是不是清军呢 没错,还真就是清军 是这个雅尔哈善的队伍 这会儿的清军呢 刚得了库车城 正是士气高涨的时候 这行军途中啊 也是欢欢乐乐 敲着得胜鼓啊 是唱着得胜歌 惊奇招展 是袖带飘扬 哎,这声势啊 他是大了点 所以呢,就被人家侦察兵发现了 要不然是说 这差距它就是差距 这雅尔哈善呢 他够不够一个帅才呀 我一说你就能知道 您说吧 这小河博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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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的侦察兵啊 他已然侦察到了雅尔哈善大军的动向 可是雅尔哈善呢 他就不知道这小河博的四千五百人呢 就在他几十里地以外 由此可见的他大军的前面既没有先锋营 也没有侦察兵 咱们书中代言实际上阿克苏城 在这个天山脚下应该算上是一座大城 它的位置就在塔克拉玛根沙漠的北沿上 这北沿上都有什么城市呢 从东往西说呀 什么亚哈托克奈库车塞里木拜城 还有呢就是阿克苏乌石 这阿克苏和乌石已然是在沙漠呢 靠西北一点了 在这一条线上啊 这乌石和阿克苏属于是大的城市 那既然是一座大的城市 这小河桌为什么不选择聚城而守呢 而是选择呀 把这个阿克苏城的所有老百姓都迁移走 给清军呢留下一座空城 哎实际上这小河桌货极站呢 它不傻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阿克苏城啊 城墙破旧啊不够坚固 并且经过这几番征战呢 这城内的物资已然呢 被小河桌货极站的部队蒸脚的差不多了 这物资呢也是很匮乏 所以说啊 这小河桌认为 这城里啊唯一对他有用的就是那些人 这些呀可以冲坐兵丁 能够作为劳动力的人 所以说他心里才打定主意 要把这些人呢强行迁移到他们的根据地 喀什嘎尔或者是叶尔强 咱们先把这小河桌货极站 在阿克苏城的遭遇先放一放 咱们还得先说这雅尔哈善的大军 这会儿啊雅尔哈善美 因为这乾隆皇帝在北京呢 怎么下决心处置他呀 他不知道 他还以为呀 自己拿下了库车城之后 将功折罪 这乾隆皇帝呀 就已然原谅他了呢 所以这会儿他率领大军的漫不经心的 往这个阿克苏方向进军 他跟这个随军参赞哈宁阿就说呀 你看见没有老哈 哎这一路上啊 根本连一个鬼影子都没有 更别说这缠回的兵士了 看样子 这小河拙呀 已然让咱们打得吓破了胆 他是根本不敢再来送死了 这会儿的哈宁哥呀 哎也只好在旁边啊 连声附和说 是是是 大帅神兵一到呢 必然是吓得这帮忏悔呀 闻风丧胆 怎么还敢轻易的出来送死呢 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啊 他们的行军动向 早就让人家小河拙祸及瞻 侦察去了 您看呢 这就是水平 不该死啊 也应该撤职的水平 就在八月二十日 这亚尔哈山率领的大军呢 终于就来到了阿格苏城的附近 那这会儿的大军离城啊 大概也就是一百里 急行军呢 一天就能到 于是这亚尔哈山呢 就命人在此扎下营寨 他琢磨着 应该先派一支侦察兵 到阿格苏城附近呢 去侦察一下敌军的动向 就在这营寨刚刚扎好啊 这侦察兵还没有派出去的时候 这军中小校啊 突然来报 祈奏大元荣 这营外呀 有一位呀 阿格苏来的 禅回要求见大人 这个人呢 自称叫图克拉 他说呀 他是城里边大哄 摩罗阿淑尔派来的巨使 这亚尔哈山一听啊 有点吃惊 就问这个小校 说来多少人呢 这小校说呀 回大元荣 就来了哥一哥 亚尔哈山一想呢 既然是这样就见见吧 于是就让这个小校啊 传这个图克拉来到大帐 同时啊 也把这些归顺来的 禅回头人们 找到大帐当中 因为这亚尔哈山 他明白呀 无论是口信也罢呀 书信也罢 这个图克拉说的是什么 他根本就不明白 还得靠这些禅回的头人们 给他翻译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啊 这个稀里呼噜的 什么这个俄敏合作呀 俄队伯克呀 等等等等吧 这些禅回的归降头人呢 都来到了亚尔哈山的大帐当中 紧接着呢 这信使图克拉呀 也被带进了大帐 呼啊 这大家一看呢 这图克拉呀 简直是风尘仆仆 身上衣服的颜色呀 已经看不出本色了 是一层黄土啊 再往脸上看呢 这脸上也是一层土灰 不过呀 因为出汗 这些尘土啊 已经黏在了脸上 哎 再一出汗呢 就被冲成了一道一道的小钩 看样子 这一路而来呀 没有休息 直接从这阿克苏城策马扬边 就来到了清军大营当中 这信使图克拉呀 给这大帅请了安之后 哆了哆嗦的 就从怀里拿出了一封信函 一看呢 不错 这个皮上啊 歪歪扭扭的写的呀 还确实是几个汉字 上写呀 亲命敬离大将军亲启 在打开之后一看呢 不认识了 哎 全是啊 维吾尔文 那身边人是干嘛的呀 这俄敏合作赶紧就接过来了 哎 就给这个大帅雅尔哈善一通翻译 这一翻译大伙才听明白 这封信呢 完全是官样文章 那么这封信是谁写的呢 这封信呢 正是这阿克苏城当中的大红 叫做摩罗阿淑尔写的 这大红帅呀 说自打着清军大军一到北江平静准着二韩国 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依附于天朝 其实我们这些人呢 早就准备好投降大清了 可是谁想到这大小合着来了 强占了阿克苏城 并且呀 往阿克苏城派了官员 还派了兵 然后啊 就是对我们城池的人民呢 百般的蹂躏和凌辱 不但呢强征我们的壮丁啊 去冲军 而且还奴役我们的人民 如今呢 这天朝大兵一到啊 我们城内的人民是无不欢欣鼓舞 可是谁想到啊 就在前几天呢 这小合着货机站 竟然领兵啊 来攻城了 攻打我们阿克苏城 赶紧的吧 我的大元荣啊 这天朝大军 若是再晚来一步啊 城内百姓是必遭其害 这大伙啊 听完额敏何卓念完这封信之后啊 觉得呀 这其他的话都是废话 全是官样文章 只有一件事情挺纳闷的 这小合着 怎么掉过头去攻打阿克苏城了呢 这阿克苏城 既然是小合着的领地 为什么不开城 把他迎进城中呢 于是这大伙又开始狐疑了 这是不是小合着的又一个奸计呢 这合影众将啊 和这些大小头目 就不由的呀 想起了在库车城外 送习文的托克托 马英德 关注这三个人 在这儿呢 我得给您补个漏 前边啊 咱们一直没找到这么一个岔口啊 给您讲这哥仨的命运 您还记得吗 这托克托 马英德 关注这三个人呢 是顺德纳派出去 也往这个库车城里送习文的 到这个城门口啊 正要把这个习文 交给城内来人之时 谁想啊 这哥仨就被人连纠带抢的 给拖进城里去了 那他们命运是如何呢 咱们在前文书当中啊 没有交代这个的话头 在这儿啊 我给您说说得了 这三个人被裸进城之后啊 开始啊 还是被关起来 好吃好喝 好戴成的 可这小河卓一进城啊 二话不说 立刻就把这三个人处死了 当然了 乾隆皇帝得知此事之后啊 对这三个人也是大大的抚恤 尤其是这位缠回的头人托克托 这乾隆皇帝特意交代啊 让这个八旗兵找到了他的儿子 并且让他的长子习了他的爵位 行了 咱们简单的交代了一下这三位啊 咱们继续说 现在满心狐疑的和英众将 从这个信上是再读出神马来了 于是啊 他们就转向了这个信使图拉克 这帮人呢 把图拉克就围住了 他们就跟这个图拉克说呀 说你别害怕 你好好的跟大帅跟我们说说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图拉克呀 一看呢 是个老实人 倒是知乎不言 他跟这个何英众将啊 和这帮缠回头人就说 说我呀 在这个阿克苏城里边 无非就是一个小伯客 之所以让我来给这各位大人送信呢 完全是因为我胆子大 所以说我跟您说的呢 也无非就是我知道的 您要是问其中的细节缘由啊 我也不知道 这雅尔哈战说你别废话了 有门你就说门吧 这图拉克说呀 说就在前几天 一支这缠回的部队就来到了阿克苏城下 一问才知道啊 是小河桌祸机站带着队伍来了 这城上的守军呢 就决定啊 不让他进城 那这会儿这恶队伯克就说了 不对吧 你们这城上的守军应该是小河桌祸机站的人呢 干嘛这主子来了 竟然还敢不让人家进城呢 对呀 这大伙一听啊 这伯克恶队问的在理啊 这也正是这大伙所疑虑的 这图拉克呀 也看出这些人的疑惑来了 于是啊 紧接着就说 我们这个城里啊 确实大小河桌派来了一个伯克 因为这阿克苏城啊 是一座大城 所以说小河桌祸机站呢 还派来了一名心腹 叫做阿布萨塔尔 做我们这儿的阿奇木伯克 可是自从啊 这位城鲁伯克阿布萨塔尔啊 上任以来 他就没在这个阿克苏城里待过 他一直啊 在小河桌祸机站的军营里 随军参赞军物 我们这城里啊 实际的当家人呢 是大阿红摩罗阿舒尔 这位阿红啊 是我们土生土长的阿克苏人 他原来啊 和大小河桌也没有什么交际 那他心里呢 自然是啊 为我们阿克苏城内的人民着想 前些日子就有啊 从这小河桌军中 逃回到阿克苏 我们本地的士兵 汇报给了大红 说这小河桌来到这阿克苏城啊 没有别的意思 是要把阿克苏城所有的居民 全部迁往巫石 然后呢 再把巫石的人和我们的人呢 一同再往南迁 咱们书中代言这全世界有这么几种人呢 是愿意打仗的 二战以前的德国人和日本人 他们呀 以这个参军战死为荣 还有一类人呢 就是投入关之前的八旗 他们呀 抢别人的东西呀 是为了过日子 除了这个土地上的出产呢 所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全靠抢 还有一类人呢 就是这个教门中人了 他们是为了圣战 把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要传播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针对这些南疆忏悔而言呢 这小河桌货鸡站呢 打着宗教的幌子 随便的珊瑚珊瑚 那些血气翻嘎的年轻人 以及那些壮劳力呀 哎 就被珊瑚起来了 这情绪一到啊 自然就跟他走了 哎 可是他们受不了什么呀 人都是一样 重土安迁 那一切战争的目的都不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家园吗 或者是保护现有的成国 或者是扩大自己的成国 你这小河桌货鸡站呢 忽悠了我们的家人 替你去玩命打仗啊 也就罢了 你还要把我们整族侵袭 那这些忏悔是不答应的 于是就才有了呀 这城上的守军呢 是绝对不给这货鸡站开门 那你想去吧 这小河桌他也不是好脾气呀 就在八月十七日那天啊 他就组织人开始攻城 他倒是认为这阿克苏城啊 成员不是很坚固 可是啊 他就怎么攻 也攻不上去 那原因呢 也不难解释 您别忘了 他的队伍当中啊 有五百士兵就来自于阿克苏城 那么让谁去拿着刀剑去攻打自己的家乡 谁乐意呀 城里边是什么人呢 是自己的乡亲 自己的亲人呢 他们也知道 小河桌若是把城攻下来 那城里必然是血流成河 所以说这攻城啊 也是阳攻 没人替他真使劲 一连攻了三两天之后 这小河桌也泄了气了 他没地儿撒火 这于是就把他这名心腹啊 他亲自任命的阿克苏城的伯克 阿布萨塔尔是一通臭骂 这小河桌说呀 我把你任命为这儿的阿吉布伯克 你出城跟我打仗 你城里就没留人吗 怎么着你这个城鲁伯克到了自己的城下叫门 这城内也不给开吗 这阿布萨塔尔的委屈呀 说这些日子了 我一直跟着您城里的情况 我真是不知道 您要说我在城里留人没留人呢 我确实留了 我呀 有八十多个亲信都留在了城里 都在这个城里担任要职 那现在我跟您一样都在城外 我也不知道城里是什么情况 哎 这不好说呀 这个 那么说这阿布萨塔尔说的是不是真话呀 在城里他到底有没有亲信呢 有还真有 在这个城里呀 这阿布萨塔尔啊 广是安排在各个要职上的伯克呀 就有八十多人 全部都是他的亲信 可是就在呀 这小河卓货站派人攻城的同时 城内的大哄 波罗阿舒尔啊 就派人把这八十多人呢 全部抓了 并且当众处死 所以说这小河卓货站这会儿啊 在这阿克苏城内呀 哎 没人了 即便呢 还有个把呀 他的亲信还潜藏在阿克苏城 这会儿也不敢使劲了 因为那八十多颗人头啊 就跟小山一样堆在了市场的中心 那谁看了不慎得哼啊 那这小河卓一看呢 这城市攻不下来呀 于是也只有愤愤的 强行把阿克苏城外一百多户 迁徙到了巫石 并且放了几把大火 把阿克苏城外的几个村庄 全部焚毁 这大伙一听啊 这图拉克说的这个事儿啊 倒是很符合情理 哎 这前言后语也搭得上 不过呢 他们啊 对这个人也不太熟悉 他到底说的是不是瞎话 是不是这小河卓 又一条又无敌的奸计呀 他们也搞不清楚 就在这大伙都疑惑的时候啊 这营外又有一个人来了 还是一名啊 来自阿克苏城的禅徽 这回来的是一个贵族 他自称啊 叫马马特呼里 他要见的可不是雅尔哈善 他要见的是一位啊 投降了清军的禅徽头人 叫做色提巴尔迪 他这个名字太绕嘴了 这是清朝的义法 到现在啊 他这个名字一因简单了 就一座买买提 却原来啊 这买买提啊 就是清军营中的头人 色提巴尔迪的表弟 这两个人见面之后啊 先是抱头痛哭 这色提巴尔迪说呀 家人都怎么样啊 这买买提说怎么样啊 就剩我一个了 你其他的表兄弟呀 都让这个小河卓杀死了 这两个人难过之余啊 色提巴尔迪也不忘问问 这阿克苏城内的虚实 听问他介绍啊 这买买提说呀 没错大哥 图拉克说的呀 完全是事实 您那张大帅带人呢 赶紧进阿克苏城 那绝对是没问题 这营中将士 以及各个头人们 听到这些话之后 自然是很振奋 就要整军呢 立刻发兵阿克苏 就在这会儿啊 只听着营门以外 一声信泡响 这大伙儿啊 紧接着就是心中一惊 难道这小河卓 趁我不被突袭大营吗 原来不是 来的人呢 正是从这个伊犁赶到的 定边将军召会 于是这大军 和兵一处 就在营中 这召会 才要处死 这领军大臣 顺得大